他就嗆說報警就報警 這種行為我覺得很苛恥 很苛恥 女魔遭掐臀報警 無膽狼裝婚不認 從醫院出來他還是在檢查 就是把死都被承認 就是把你中心中 中心嚇倒汗氣 就是不會呼吸這種人 敢摸就別裝死 勇於指控色狼的女魔蜜亞李若彤 三年前曾拍過港片 蜜桃成熟時33D 他今年獲選2014百大真妹 四月曾在臉書發文搶救石虎 前天卻遇到色狼掐臀 松山文創的肢體施展 然後才我要逛完這個站的時候 再出口遇到一個陣子 在我的左後方 然後直接就是抓我的臀 而且我遇到這樣捏下去 所以我就抓我臀部 就轉過去 就跟著刑犯腿對到你 你剛剛有摸我屁股 我沒有 所以有公安的裁員說說 剛剛有人就要問 然後刑犯是說有 他有院後保險 這種事情 他也說我一定要報警 報警就報警啊 還要接行 那刑犯突然無預期 不打在地上 然後我們現場 好像全都下班 不知道是裝暈還是怎樣 醫院檢查完 他完全都是沒有事情 警察只能問他 他還是不承認他有 對我就是現場完 這些事情 我一定會警告 因為我不希望就是 還有下一個小孩 警方訊後將35歲 畸性色狼 依性騷擾防治法送辦 動新聞台北報導